大家好,我叫史玉琪,是琪白石第四代传人,中国书画院院士,从小酷爱书画,几十年坚持书画学习,共同研究,把琪派艺术提升得很快。 最近这几年我专门主攻琪派画虾,琪派的虾它主要是用简练的笔墨来表现物象的现象,使大家一目了然能感觉到中国笔墨的神韵,中国画,尤其是琪派写意画,主要是以神韵为主。 有些人不太懂得写意画,比如说,看到琪白石画的葫芦,有的人要说,为什么是方的呢? 其实,它主要是表现它的神韵,它的形质是赤子,琪白石说过,事与不是之间,才是真正的艺术。 所以我们要学习琪派艺术,首先要了解,什么叫写意,什么叫工笔,神韵是什么? 所谓的神韵,就是用简练的笔墨,把物象表现出来,让大家感觉,里边有很多笔墨的笔触,神韵技巧。 所以,我把这个琪派画虾这个简单的技法,我和大家讲讲。 如果有兴趣的,可以把笔墨,纸验准备好以后,在家勤学苦练,通过我的讲课,你能很快的有很大的进步和提升。 琪派艺术画虾,是琪白石研究了几十年,他把虾的一些主要的结构给提升了,去掉了很多,主要讲究的是反简。 其实画虾分两个步,两个步骤,第一个步骤就是结构,第二个就是神韵。 现在,首先我们把这个笔啊,用笔尖沾上这个墨,沾上墨以后,把笔刮扁了,变成压子嘴。 头一步是画虾枪,然后虾的头部,第二笔,这是第三笔,第四笔,第五笔,这个虾头就完成了。 然后下面人们开始画虾身,虾身是六笔。 一笔,两笔,三笔,四笔,五笔,六笔。 六笔,六笔跟虾尾一块连下来了。 这是三条分水。 下面我们开始画虾的大腿。 从这个位置画一个第二个虾。 虾枪,虾头,第三笔,第四笔,第五笔。 笔尖沾水,画虾身。 虾身,主要是显示出这个虾紧来,它才看着它这有神韵。 如果要全是用墨色一样,一样颜色的,看着它就没有神韵了。 这个虾腿,咱们从这儿给它有一个变化,不要有雷瞳。 然后这边画第三个虾,咱们画一个弯虾。 给它用点淡沫。 刮刮。 5笔虾头,画好了。 这个弯虾也是六截。 这样是三截,往上头。 两截,三截。 第四截。 第五截,第六截。 第六截。 然后咱们画虾虾。 虾虾是六根。 前边四根,前边从虾枪出来是两根。 这样出来两根。 后边要长。 这是六根。 第六根。 咱们现在开始画虾眼睛。 虾眼睛。 这是画虾脑袋的虾黄。 整个这虾就完了,画完了。 下面咱们分解的讲一下。 下面咱们分解的讲一下。 第一步是画虾头。 第一步,虾头。 第一步,虾头。 第二步,虾身。 画虾身。 画虾身。 还是把笔尖沾末。 刮成压子嘴。 头一步,虾头。 第二笔。 第三笔,弯上来。 第四笔,第五笔,虾头。 虾身。 这个第一步,虾头丸。 第二步是虾身。 虾身呢。 因为虾,它是形状是H形状。 H形状如果你要是画直了, 就好像它没有这种灵动性了。 就是要给它画的灵动, 然后就得把它这个结构画准确了。 这个虾身呢。 它是从这开始是这样上来。 这三节。 这三笔是这样的。 第一笔。 暂时。 第一笔。 第二笔。 第三笔。 然后从这儿。 往下。 第四笔。 第五笔。 第六笔。 连尾巴一块。 这是整个这个是虾头虾身。 它是分两步。 然后这是分水。 后边的因为视觉的关系, 不要连到一块。 把它分开。 然后画虾头。 虾头啊。 画虾那个大爪。 虾爪啊。 主要就是每一个虾。 它每一个这个虾爪都不能画一样了。 它要是不能有雷同的。 虾的。 大爪。 这是三。 虾的大爪。 好。 好。 大爪。 应该是这样画。 从这儿出来。 第二节。 这是一种。 还有一种是可以从这儿出来。 这种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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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它根据每一个虾的结构, 然后它这个大爪它是不一样的。 它就是要有变化。 不要有雷同。 下面我就把这个重新画一个。 让大家看看。 第一笔。 第一笔。 第二笔。 第三笔。 第四笔。 第五笔。 然后这是。 虾身。 六甲。 一。 二。 三。 四。 五。 六。 连虾尾。 这是分水。 好虾腿。 虾土要后边窄前边宽 因为它跟这个两个爪子交接处 它要是窄的话 显着这个就不牢固也不好看 这个虾整体就完成了 然后用这种小的勾线笔 去勾线 2、3、4、5、6 画虾眼睛 虾黄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收看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人 我将有责任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弘扬传统文化 弘扬旗派艺术 将旗派艺术发扬下去 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旗派艺术 了解旗派艺术的魅力 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让世界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喜欢旗派艺术 谢谢大家